年过八十的钟秀云婆婆 穿针引线丝毫难不倒她 熟能生巧是因为从年轻的时候 开始跟缝纫机相处快一辈子 一路上也累积了不少回忆和故事 从答应承担隔离衣制作开始 钟秀云婆婆也腾出了住家空间 让慈激志工存放其他社区志工 做好的隔离衣 以进行后续的包装工作 有时高院他们拿回来 拿来这里一起折 因为他们有些桌没有这么长的桌子 要去买这个时候那里有东西卖 所以有时候不要进来 到我家来也不要进来 因为我们不能够到前线去帮忙 也是不错这些东西 可以帮前线的那些医护人员 折着衣服要注意什么 就要保持干净 要消毒先 桌子全部要消毒先 然后手要洗干净先 要折整齐 医生他们是比较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也没有去看 但是我们要给人看了会比较舒服 没关 社区的婆婆妈妈们发挥生活智能与技能 把对疫情的担忧 转化为守护前线医护人员的力量 大爱新闻杜惠希 刘志淵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